詞曲 馳選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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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馳選 各位好 我是徐延峪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討論 行政與司法 作為社會 社運抗爭的場域 這點其實 第一主要是 我在2006年開始 接到了社運領域的一個訊號 那這位當初的受害者 直接用電話跟音樂聯繫上網 因為他當時正在跟台北市社會局打官司 那我當初呢 就是僅能從我的立場上提供一些意見 那後來我發現 好像他面臨的困難非常的多 那乃至於我接觸到日日春他們 在社運場上面的一些困難 那到了晚近則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2012年的所謂的台鐵公共性事件 那乃至於到了去年 我自己開始也跟政府單位打官司 後來我開始領悟到 為什麼特別是有關性別領域的運動 只要涉及到跟政府部門 有任何的官司 或有任何的一些意見的話 那麼很容易都會被迫要消音 或者是被迫要以失敗收場 對所以我今天要很簡短的來談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要先提出的就是說 第一個在所謂法律上或行政裁決上 其實他們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跟我們想的會這麼不同 第一個他們要的是 所有的一切的問題 所有一切的情況 都要進入法律的理解 也就是說 當這些行政機構在進行裁決 或者是司法機構進行訴訟的時候 他們不是從我們看著這個社會生活 或我們個人所經驗的經驗來看問題 而是完完全全要求 一切要依照法律的理解 要依照法條的詮釋 要依照所謂的法律的規定 來處理來看 所以呢 所有一切跟法律有關就要被刪掉 或者是一切他們覺得沒有依據的 沒有一個適當的法律說法的 都不可以成立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任一個法律事件 或任何一個所謂的性別運動者 進入到這個領域 他要被迫消除的 已經是大部分的東西了 因為可能大部分都被認為 跟法律沒有關的 就整個就刪掉 包括你自己個人所遭受的 你認為受害的過程 如果是跟法律有關的 那就必須要刪除 那第二個 所有的行政裁決 跟所謂的法律判決 他們都要有一個前提存在 那個就是唯一的正確 也就是說最後只能有一個是真的 所以呢 當他們遇到很多訊息的時候 先刪掉那些跟法律有關的 那他們所認為跟法律有關的 其實只有那麼一小個部分 然後最後從一小個部分來選擇 某一個唯一的正確 這個作為一個最後的判決 或最後的判決 或最後的判決 OK 所以我們會看到 許多進入所謂的政府部門 或者是進入司法領域的 各種的案件 到最後其實 往往都是什麼 抗爭者要被迫消失 那這跟以前所謂封建時代的 非常不同 在封建時代的話 那大家說到的是 階級跟身份的限制 所以那是天生的限制 可是到了所謂民主社會呢 它基本上變成是一個生活形態的限制 然後 一切要以所謂的法律為異規的時候 他的要求就是 抗爭者你要自動消失 也就是當作你沒力氣了 你被 怎麼講 你被決定是敗訴的一方了 那你就只好 就是你什麼都不能做 或者是你就只好沒有機會了 所以在這個所謂的遊戲規則底下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或者是說所謂的大部分的社運 包括性別領域的一個社運 都會碰到的問題就是在於 行政與司法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 它畢竟都是一個獨佔的權利 而這個獨佔的權利 它不會說你不可以抗爭 但是它可以用各種程序問題 可以用各種所謂的法律的理解要求 你只有少部分的東西可以進入到這個場域 就是所謂的程序 我們這樣講 進到這個場域之後 這些所謂被刪除留下的實質的東西 也開始被檢驗的時候 那是不是就有更多更強烈的理由 來把這些謹慎的實質都刪除 所以絕大多數有關於性別的事件 性別的案件 只要進入到司法 只要進入到跟政府部門的行政材料 它必然都是以失敗收場 但這是我過去七八年 包括我自己最近碰到的案子的時候 我才發現有這麼大的一個 必須要被突破或必須要被看到的問題 那我碰到的案件其實是這樣子 我寫了一個研究計畫 是在前年年底送交國科會的 然後呢我當初是為了探究妨害風化罪 我對我們刑罰妨害風化罪的問題 那因為很多性少數都是因為這個部分的條款而入罪的 所以我特別去追了它的整個行政歷史背景 然後把它寫研究計畫 結果我在去年七月收到審查意見的時候發現 怎麼審查委員直接從我的研究計畫摳出了 一小端一小端然後貼上來 我上面寫的紅色部分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他把它當作他的審查意見 然後就貼上 然後到之後說我這個研究計畫不通過 然後我那時候看的時候非常的震驚 然後我就跟一個朋友 就是學界的朋友聯繫 因為我知道他正在跟國科會打官司 他在打行政訴訟 他告訴我說這個絕對是可以跟那個 因為他認為這個部分 他研究者自己本身應該要出來發表 出來說明一下你的立場 乃至於所謂的審查者 他自己侵犯了著作權的問題 所以我就開始跟我們的 之前是國科會現在給科技部打官司 那基本上是刑事民事還有行政方法 三方面都打 所以我在過去一年就是被迫要不斷的去寫 那些各式各樣的訴訟狀 然後等到就是說包括要出庭 跟他們的律師來就是做一個言辭辯論 那我們的政府單位可能各位也不太知道 我們的政府單位請的律師其實都很大 那我接觸到的第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2006年碰到那個 他們台北市社會局請的律師是王劉璇 OK 然後呢 然後所以當初當事人他是一個男同事 他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他覺得說為什麼王劉璇當初幫我出去打官司 然後現在來壓迫他這個同事這樣子 他當初是對我提出這樣子的一貫 然後我自己碰到了科技部的他們的請的律師是李律 李律是他們的所長是陳長文 是華人地區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對那當初在跟我溝通這個朋友 其實他幫我很多嘛 他幫我寫很多訴訟狀 他告訴我說至少我們最後可以拿到一個視線的權利 然後透過視線來限制那個科技部他們的 比如說他們在不管是在研究資源分配 或是各方面的一個權力作為 然後我想也好這算我一個實際的經歷跟磨練過程 只不過在這個實際的經歷跟磨練過程之後 我發現我們當前的法律觀念其實很難 或者是說很少有一個視線的認知 可以來理解到性少數的處境 或者各種性別事件它背後所面臨的一個社會狀態 因為這個社會狀態在這個整個行政跟司法過程是被自動刪除的 因為這個社會狀態被認為是不符合法律的一個基本的條件 或者不符合法律的一個理解資格 對 OK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我們許多的性別事件或許多的性別運動的抗爭者 如果未來真的要進入一個比較長期的 或者一個比較能夠耐久的 比較能夠持久的抗爭的話 那麼我們顯然不管是在訴訟策略 或是在跟各方的合作上 或者是說我們勢必要尋求一些更多的各種的一個發生機會 這樣子或許我們的行政與司法抗爭可以走的更長 而且可以走的更有力量 OK 謝謝